打开机柔追踪,对象捕捉,对象追踪右键,设置,设置对象捕捉模式为端点和焦点,确定。 启动直线命令,绘制两条向后垂直的中心线。 启动圆命令,捕捉圆心,输入圆的直径。 重复圆命令,捕捉圆心,输入圆的直径。 启动偏移命令,输入偏移距离,选择对象,偏移。 重复偏移命令,输入偏移距离,选择对象,偏移。 重复偏移命令,输入偏移距离,选择对象,偏移,确定。 启动圆命令,使用正交偏移捕捉,指定基点。 输入向对坐标,输入圆的直径。 启动修演命令,修演多余线条。 放大,局部放大。 确定,还原。 删除多余线条。 调整,调整线条的长度。 启动镜像命令,选择对象,确定。 指定镜像线的第一点,指定第二点,选择不删除原对象,确定。 启动工作线命令,使用偏移选项,输入偏移距离,选择对象,偏移,确定。 重复工作线命令,使用偏移选项,输入偏移距离,选择对象,偏移,确定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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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修演多余的线段,选择对象,确定,修剪。 启动偏移命令,输入偏移距离,选择对象,偏移,重复偏移命令,输入偏移距离,选择对象,偏移,确定。 启动偏移距离,选择对象,选择要延伸的对象。 启动修演命令,修演多余线条。 删除多余线条。 启动旋转命令,选择对象,确定。 指定几点,输入旋转角度,确定。 启动复制命令,选择对象,确定。 指定几点,向右追踪180,确定。 启动镜像命令,选择对象,确定。 指定镜像的第一点,指定镜像的第二点,删除原对象,确定。 调整线段的长度,启动直线命令,建立追踪参考点,向左追踪27,向上追踪10。 向右追踪54,向下追踪捕捉焦点,确定。 重复直线命令,建立追踪参考点,向左追踪12,向下追踪捕捉焦点,确定。 重复直线命令,建立追踪参考点,向右追踪12,向下追踪捕捉焦点,确定。 启动复直线命令,选择对象,确定。 指定基点,向右追踪90,确定。 启动镜像命令,选择对象,确定。 指定镜像的第一点,捕捉终点,捕捉终点。 删除原对象,绘制完成。